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麦当雄指导的电影《省港骑兵》中饰演黑帮老大阿派一角 还借此击败楚源 太宝等人 斩获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在上台领奖时 他自我调侃 真奖杯是他用命换来的 原来戏中他有一场被捆绑火烧的戏 当时麦当雄告诉他 只需要绑在车里 怎料一开拍 却叫人把车子烧上汽油 而且点燃 突出其来的状况令他感到非常恐惧 甚至由于情绪过激 差点缺氧滚倒 然而正是他的真实反应 令这场戏非常出彩 这部片子让他在影坛打开了知名度 开始跟张国荣 成龙 周顺发等大牌影星合作 戏中大多饰演反派 其中令影迷恨得牙痒的 当属他在周润发王祖贤主演的《易盖云天》里饰演的舌头 剧中他不仅欺凌了王祖贤 还在对方背上纹了一条舌纹身的舌头 好在最后被干掉了 而他在中一群英里饰演的《村霸金大爷》也令人印象深刻 可惜成也反派 败也反派 因为角色过于千边一律 他的事业很快进入了瓶颈 此前接累起来的存在感逐渐消失殆尽 为了突破事业瓶颈 他做了三方面的尝试 直接接拍了多部大尺度电影 但因其外形没有特色 角色定位不清晰 没能在影坛激起什么水花 同时他还转往电视权发展 在关里结版的小李飞刀里饰演姥姥 在吕颂贤版《笑傲江湖》中扮演了平一指 不过由于电视剧版本太多 角色细分受限 也没有博得什么存在感 台前步行 他便转瞻幕后 先是担任监制 编剧以及导演等工作 1990年 他自编自导了《黑帮片》江湖最后一个老大 邀请柯俊雄 吴梦达 吴马等人住镇 尚未走红的周星驰也在戏中跟柯俊雄搭档演父子 这部戏的剧情其实很一般 就是讲柯俊雄饰演的黑帮大哥方叔出院之后 为了救女儿和儿媳 跟戏事的江湖兄弟兵戎相见 最后再次坐牢的故事 但戏里的兄弟情 妇女情和江湖情非常感人 尤其当柯俊雄再次被捕临上球车时 女儿的那一声爸爸 再配上悲怆的音乐和应景的大雨 更是催上泪下 周星驰当年还很青涩 演技也没有自成一派 在戏中表现得很平淡 值得一提的是 五年后已经走红的他在《大话西游》里说 怎么说我也是个西洋武士的台词 不知是不是对该店的致敬 最终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拿到了五百五十万票房 这样的成绩对于其他导演不值一提 但对于刚转型的沈薇来说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但三种方面的转型 未能取得事业上的突破 此后他依然只能在电影里演小配角 给当红影星配戏 不过2000年之后 他开始吸引并淡出演艺圈 据之多年来 他一直定居在北京生活 主力从事关于影视幕后的工作 吸引之后 他基本上甚少再公开露面了 没想到在两年前 他却突然传出在北京病危的消息 当时情况还一度不乐观 令人担心 当时他因为身体欠佳被送往医院救治 由于肺功能严重受损 导致其他器官功能也衰竭 不得已在ICU急救 并且需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 情况十分不乐观 另外由于他已经淡出影视圈 这些年并没有收入 生活穷破 因此急救之后 仅仅几日 就欠下了六万医疗费 所幸人间尚有真情在 演艺人协会在窒息这件事之后 通过邵音音的牵线搭桥 不仅为他支付了医疗费用 并且还找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也算是为他最后的日子 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当初沈薇退出娱乐圈 之后更是放弃了在香港的家庭 只身前往马来西亚独自生活 一直到十年前 他又从马来西亚搬到北京定居 而这些颠沛流离的日子 他始终与家人断绝了来往 加上没有什么别的才能 根本赚不到钱 所以生活十分的困苦 另外他不想打扰到别人 也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困境 因此没有向周围的朋友求助 以至于病危 都找不到亲人来陪伴 送他最后一程 更没有能力支付六万元的医疗费 而能够及时送入ICU急救 也多亏了他在北京的朋友 先行为他垫付了款项 之后朋友在他所在的群组求助 这件事才被传开 也引起了不少明星的关注 其中田启文 古天乐 全家乐在得知此事之后 都第一时间试图联系到他 并且找了相关人员帮忙协助打点此事 此外也有很多圈内人士愿意出钱资助他的救治 孟瑶更是提供了现金资助 也因此邵茵茵可以在第一时间将六万元汇到北京 以保证沈薇的医疗救治 说起来 邵茵茵在这件事情中真的是出力不少 包括找到沈薇的女儿来送他最后一程 也是他提供的信息 其实沈薇在大约二十年前 离开香港家庭 就没有再和家人有联系 如今因为病危要找到他的家人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而且主要找到沈薇的女儿 在目的上也并不是要通知他来送沈薇最后一程 而是因为沈薇入院三日之后 并请美方愈下 需要呼吸机维持生命 产生的治疗费用实在是太高 医生也曾经建议放弃治疗 以拔喉管处理 但是因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必须要由沈薇的家人来做决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能大海捞针似地寻找他的亲人 而巧合的是 邵茵茵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学人消息之后 有导演得知沈薇的女儿在新加坡 并且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最终通知了沈薇的女儿 之后沈薇的女儿打电话给邵茵茵 表示愿意亲自到北京送沈薇最后一程 不过由于对方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所以所有的费用 包括她往返北京的机票钱 都是由其他人赞助的 对此邵茵茵表示 她很感动沈薇的女儿能够答应 去北京送沈薇最后一程 这个感动或是因为 沈薇抛妻妻女那么多年 最后她的女儿还是念及亲情 却送了她 也因为沈薇女儿出现的生活情况 也的确很窘固 加上她母亲当时是挨着墨迹 随时都会撒手人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都愿意不辞万里地到北京 实在是让人感动 毕竟其实她只要写一份授权书 沈不到北京也没有关系 想必虽然沈薇抛弃她们多年 但在女儿的心里 她应该还是很想念父亲的 不久之后 在众人的帮助下 沈薇的女儿成功抵达北京探望沈薇 说起来也是神奇 女儿到了之后 一直没有知觉的沈薇 不仅睁开了眼睛 还流离不迟 还透过女儿表示 自己想要回港治疗 当然以她当时的情况 根本没有办法再回港治疗 另外她也坚持 如果要急救的话 一定急救 绝不把管 所以她后期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而这个决定最让人头疼的 就是她的费用问题 因为如果需要一直插氧气的话 每天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她的女儿又无力承担 仅靠慈善的话很难维系 不过神奇的是 在被女儿呼唤叫醒之后 她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没多久就拿掉了养气管 能够下床走路了 而且从此 她再也没有传出过 任何有关生病的消息 神隐了两年多之后 终于公开近况 原来她经过长期休养 身体逐渐恢复 变得更加硬朗 甚至接演了内地网络剧《布局》 该片集结了多位资深演员 包括曾江 陈宝源 王俊堂等人 标榜集结了七大港片大佬 对于沈薇 不仅从病危逐渐恢复健康 还能够久违地拍戏 推出新作品 也引起了许多影迷的讨论 纷纷留言 看到神没事 真的是太晚性了 没想到还能看到她演戏 看来身体应该是恢复很多了 当时还很担心呢 最喜欢看老戏谷演戏了 当年看港片 她真的是让我恨得牙痒痒 沈薇的重生 可以说是多方努力的结果 是娱乐圈老朋友的肝胆相照 是女儿不计前嫌的深情探望 所以重生之后的她 决定重返离开多年的影视圈 而在生活方面 她想必也会尽力去弥补 这些年对家神的亏欠 祝愿她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 也希望那些帮助过她的神 能够幸福 安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沁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